體中感覺今年的深度 就是平均的戰力是相當的比較完整一點 哦 訴求打得很平 林先生沒有鋪到 那這一下就災情慘重了 王天穎通過二壘繼續往三壘 看到了一個繼續往本壘跑的手勢 球回船 哇 九爆的王天穎 從本壘出發 回到本壘 貢下了體中的第一分 回到了最甜蜜的家 這個球其實他在加速的時候 有一點點跑得不是很順 但是後來到三壘之後 交換團繼續摳壘的時候 他速度就馬上再加回來 最後用鋪的方式了 非常大膽 因為知道這個球 是一外野手往前鋪的狀況 要再回去追 需要很遠的距離 哇 這應該真的會給Ig的拳壘打 嗯 抓到了黃仲祥的一個快速球 他的出手打得很平喔 林勝恩喔 因為是角落的外野手 所以當他決定要鋪這球的時候 一旦沒有鋪到 他的後面是沒有人替他cover的 這跟昨天那一球一樣 第九局的時候 最後一外野手選擇 用鋪的方式 那時候就講到 哇 如果沒有鋪到的話 很有可能呢 追評分 都接回來 好 韓碩恆衝出來 把杜宇峰的小飛球給接殺掉了 我們再來看一次喔 林勝恩決定要用側身滑接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沒有能夠接近手套 那獲得受益從本壘的王天穎 快馬加鞭 回到了 HOME SWE HOME 非常 振奮 因為這個球 其實林勝恩在接球的時候 稍微少 低估了一個判斷 就是 打在線邊的球 最後快要接到的時候 有點像滑球一樣